藉由读到的美学观 刘志宏将生活中的碎片 转译为带有语言形象的作品 刘志宏过往的创作中 大多取材自生活周遭的碎片 巷弄中的盆栽 偶然遇见的风景 异地旅行时简实的话语 将这些繁长的碎片 以绘画、装置、计画等 不同媒材表达呈现 无神的海 望向的是一片当代经验 遥远比方的海的意象 经由创作与书写的过程 和文本保持忽远忽近的距离 替作品创造更多 容纳抽象情感的空间 展览中刘志宏使用声波 闪灯讯号、电码、旗号等 作为部分创作的灵感 也借此提示时间、距离、意图 与何谓海的存在 另一部分 透过身体劳动 将密码的编译 作为各种书写行动 以此书写行动为标线 进而向远方延伸 透过观景窗所见的那一处比方 便是刘志宏创作脉络中 对文学性的想象 更深入的追究 甚至与其绘画思考相关 这个想象关系到 借由字元的形状 语言的排列组合 书写者的身体感受 及观众阅读时的身体感受 在叙事和意义外 触动性加 过滤掉大部分的杂讯 将细微情感放大显现 十方新闻记者 莱怡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